好咱们来大概来说一下这个搜索的流程啊 现在你看啊 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 假如说这个不 就是不是百度的啊 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内部的 或者任何一个搜索框 那我搜这样一个东西 搜完之后就在这 那么搜完之后下面是不是出了一堆这个数据啊 这个每一个每一个数据 这一堆数据 那么这一堆数据 我问你这一堆数据 咱们现在搜的是百度对吧 那我就问你这一堆数据都是 这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数据是 是咱们传值博客的公司的还是百度公司的 就你现在看到这个数据 是传值博客公司的数据还是百度公司的数据 是百度公司的数据啊 就我说是现在看到这些 全都是百度公司的数据啊 那么我们一定要清楚 现在这个搜索是这样的 我在这地方是不是填了一个东西啊 好了填了东西 我现在要搜了 我现在要搜 他现在搜这些数据出来这个地方 出来这个地方 是数据库还是索引库 对 这个地方不是数据库啊 他是索引库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搜索 他是从一个叫 叫索引库中查询数据 那么我们既然说他是索引库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想在这里边查得出来 之前这些数据是不是应该先存到索引库啊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在这地方啊 随便点一个 我点这样一个链接 好了那么大家说这个现在是不是百度公司的 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咱传执的了 你看这ITCAS 这已经是咱们传执的啊 好了那么完了之后大家想一下 这个百度公司做了一个什么事 他是不是去互联网上开始爬数据 就是爬虫嘛 是吧就开爬数据 他爬到所有的数据 把这里边他要在这个地方展示的数据 是不是去存到他公司的什么库中 索引库中 然后呢就在这个数据上添加了一个超链接 是不是就连到我们公司的这个网站上了 没问题吧 就是他现在我们要清楚这个流程啊 现在这一点击 他是从索引库中查数据 但是要查索引库之前 我们必须要在索引库中是不是去收集数据进来 他收集数据的来源大家分享有几类 一类是网上 网上的资源 他可以是网页 他可以是这网页 可以是博客 不是 博客 甚至是视频 音乐 是吧 只要是网上的资源 他是不是都能用爬虫给他爬下来 都能给他爬下来 但是你注意这个爬虫爬下来的时候 他不是所有东西都存的啊 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东西 就这一句话 就这一句话 真的就是我们这里边页面的所有内容吗 是 诶 他肯定不是呀 我们这里边这个内容当然这个少 你往这点 他这里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内容啊 你怎么可能把这全存进去 他这地方很有可能就不是页面的内容 他这只是页面的一个简介 而这个就是这个页面的一个标题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是吧 就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网站的什么 网址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呀 他当前存的这些信息 其实说白了 他只是百度 只是存了一个这个标题 描述和网址 是吧 当然其实还有图片啊 这个图片之后 你看 他是有图片就存 没有图片他就不存了 是这意思啊 你只看 这个就是标题 一般情况下 就是搜索引擎的公司 他内部往这个用爬虫去爬数据 就只爬四种 他这个怎么老想啊这种案 就是他用爬虫爬数据 就只爬这四个数据 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原因啊 往这一项关了 就是 他每次爬 他就只爬一个标题 爬一个这个 简介 然后再爬一个图片 爬一个 这个来源 这个是属于来源 爬一个来源 咱们搜一个别的吧 搜个明星 比如说成龙 是中国人 咱们呢 点一下 你看他这里边是不是都是 这四个星期都是完 基本都是完整 是吧 也就是他基本上都是一个 标题描述图片来源 差不多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你你这些东西 不管是哪 就是不管 这些东西是哪 你这东西是不是全部来自于网上呀 都来自于网上 另外一个还有可能来自于本地 来自于这个本公司数据库 数据库中的数据 那么他这个地方啊 这索引库中的数据可以是网上的 他也可以是本公司的 也就是这两种都是有可能了 那么这两种分别代表了拿两类 就是搜索中的拿两类 咱们面试的时候问到你这能说上来 就搜索呀 现在包括这个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 搜索 搜 搜索 那么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什么 百度呀 谷歌 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上面说的一个 在网上爬字员呀 在网上爬字员 那么下面这种主要适用于什么 站内搜索 站内搜索 比较有代表性的 哎对 这个 TMO呀 京东呀 是吧 这些是不是都是站内搜索呀 因为你想你能不能在淘宝上去 去去去去搜到 搜一篇博客出来 淘宝上搜不着博客吧 甚至淘宝上就搜不着京东的卖的东西 是吧 当然他俩有合作了咱另一说 你说淘宝能搜到前方 那是另一说是吧 你这玩意他俩是一家是吧 所以说基本上来说 这 这个是不是都属于这个站内搜索呀 就是搜本公司内部的数据 这叫站内搜索 那么我们以后 用的比较多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支 大家要注意我们这个重点内容 就在站内搜索 因为 你想想了任何一个公司 现在不可能说我现在 我还要再做一个搜索引擎出来 那这个除非这个老板钱太多了 花不完了 因为你现在这个搜索引擎啊 他这种公司他就具有这种天然垄断性 他一旦这个公司 抢起来之后 你再去做 你是做不过他了 为啥 因为他这个 你知道百度有多少台服务器吗 你知道百度服务器在全世界各地 每个国家放多少台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这都是机密 当然他们之前不是有人算过 谷歌这个服务器数吗 他咋算 他就通过耗电量去算 谷歌一年 就是他问这个电业局吗 谷歌一年交了多少电费 我通过电费去推 这服务器有大概有多少台 但是他交电费不一定 只有交一个地方啊 就是有可能他算这个还不准 这百度这个早都 他这个已经被人算过 那他早都有 有这个防备了 也就是你想算出 他有多少台服务器是不可能的 当然 那他这个服务器多到什么数量 在全世界各地已经运行了多少年 那咱们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他天然具有这 这么大数据的一个基础量 你再重新来一个新的搜寻引擎的公司 你能超过他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一般情况 你看咱们 你要新成立一个搜寻引擎 你就搜这样一个关键字 你能出来这么多条 这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 它就是具有天然的垄断性 那么我们就不再去研究这个了 那么我们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是不是就是 战内搜索呀 你就不做电商 你说现在哪个公司的网站上 它右上角还没有一个搜索框呀 是不是都有呀 你这个搜索是不是都是搜的 都是公司自己内部的数据呀 这个就叫 战内搜索 那么我们说这个 战内搜索 我们要做这个战内搜索之前 是不是要把本地数据库的数据 先同步到搜索框中 当然不是说数据库里边 十个字段都存进来 一般来说 是不是在这地方 你想展示啥 存啥呀 就这意思 然后你来个超链接 链接过去就行了 那么这一步的话 你可以自己手动 你们原来是咋同步的 你们原来是不是 自己写个代码 用消息对电 或者是用这个定时任务 隔一阵子执行一边 是这样吗 这个是传统的这种方式 今天咱们会学一个新的工具教 是不是就他呀 就是用这个哥们 来完成这个数据库的同步 那么这个就是 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搜索这个流程 你就记得现在搜索 基本上来说 如果为你搜索分几类 就是两大类 一类就是搜索引擎 另一类是战内 那么战内的话 你可想而知现在用的 肯定是最多的 最多了 行 那这个就是搜索 咱们呢 就是简单的画一张图 这个刀 就是画的很粗略 具体来说 你看啊 这个数据往这里边存的时候 是不是还涉及到什么 数据的索引 数据的分词 是吧 等操作 也就是你要向这里边存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简单 你肯定要先索引 不是先索引在分词 他们是同步操作 就是否索引 是否分词 等等一些操作 肯定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因为你不能原封不动 给它拿进来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咱们说成龙是中国人 我搜的是不是这么一句话 但是凡是包含有成龙的 包含有中国的 包含有中国人的 是不是都给我搜出来了 我想他是不是对这分词了 是吧 这就对这分词了 当然你这边分词 他存的时候是不是也分词了 如果他存的时候没有分词 你这东西都对不上 是吧 是中国人也是一个词 很溜啊 行吧 那整体上来说 当然你这个分词 不能分太细了 你比如说我分一个 我就搜一个人 那成龙这条 是不是肯定出不来 他这个分词 得是 就是你得找合适的分词器 所以说为啥要 说今天这个IK 因为他默认 带那个分词器 就是一个字是一个词 是吧 他一个字是一个词 那对于英文还可以 对于咱们汉语 是不是就不行了呀 你汉语拿了一个字 按一个词呀 那就没法搜了 那行 这个就把这个搜索的流程 大概再说一下